我叫黄大发 我是长河马城的老子说 长河马城从鬼来就吃水 吃水不无有 我们没得水的时候 我们的浪瓦都贪不得血 在90年至90年就大海 我们的树都赶紧赶死了 我觉得要修狗是关键自身后代的事情 必须要修 我们老百姓的长大牛 水过来大家和我们要吃大米饭了 安逸了 我心里也特别特别高兴 但是我们感觉到大发给我出来 就好像这个功劳是我的 这功劳不是我的 是人民全民的